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 记载在《以撒亚书》第39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经文这样说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 巴拉旦听见希西加的病而痊愈 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希西加喜欢见识者就把自己保护的金子、银子、香料 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 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 他家中和全国之内希西加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于是先知以撒亚来见希西加王 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希西加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 以撒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 希西加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 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撒亚对希西加说,你要听见 你要听万君子耶和华的话 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 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植 其中必有被掳去 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希西加对以撒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 在我的明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短短的巴结述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也就是说希西加王刚刚才从重病当中 得到上帝的遗志 这个事情传遍了周遭的国家 而巴比伦派了使者来进一见希西加 那希西加非常地高兴把自己当国家当中的福库 最宝贵的东西都展现给他们看 我们会想这个事情有什么不对的事情 而先知以撒亚突然之间出现 就问他们 这些人从哪里来 然后又问你在家里面给他们看了什么 仿佛先知以撒亚非常在乎 希西加做了些什么事情 接待他们是一回事 可是让他们看见这些福库的宝物 又是一回事 那么神为什么不高兴 希西加做了这个事情 就直接讲了 这个国家将面临极大的一个命运 当然我们知道从原因来讲 南国犹大累积起来 是因为长期是百姓没有遵照耶和华的律法来敬拜他 但是君王本身所做的事情 也必须负极大的一个责任 为什么神不喜欢 对巴比伦的一个使称 这个使者展现他的财富呢 原来这一件事牵涉到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会犯这种毛病 犯什么毛病 也就是师父上帝很希望我们常常能够隐藏自己的成就 不要任意去展现出来 这是我的成就 我的努力 我们要知道当希西加展现他的福库财宝的时候 对巴比伦这个国家 他们看见了 他们会什么想法 原本可能没有意识 要来并吞这个犹大国 可是现在正有这个机会 他会去使者回去的时候分享他的心得 他看见了 这些东西是如此的好 前阵子有机会去看 故宫南院设在嘉义的地方 久久没有去看故宫 但是重新再看之后会有心得 原来古代的一个王朝 他们所使用的东西 金器 银器或者是法郎 都是如此的 雕刻非常的精致 非常令人羡慕 所画的画 绸缎 是平常人看不见的 那个字画本身的字句 非常的工整 漂亮 即使你把它拿来收藏 你会发觉这是一个宝物 你想要拥有它 我相信这是人性的问题 我不敢展现我的宝贝 也就算我们可以维持平常 离上我们的一个关系 可是当我看见你拥有的东西比我更好 就勾起了对方侵占了一个野心 我们内心都有一种 好像贪婪的心 不要是任意去跳动那个东西 西西家做了这个事情 使他不知道天真到个地不去 但是却引起别人不必要的一个觊觎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大卫的身上 历代自三二十一章记载了大卫 吩咐他的大将军约亚去数点百姓 约亚不高兴 跟他说上帝祝福你 你不用再数 可他执意要数 你要知道 当时数点百姓的功课 非常的繁重 他的动机不像现在 只不过是普查的动作 他的动机本身是炫耀自己的能力 这一件事情让上帝不喜欢 约亚跟其他的臣仆 他们去数 你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吗 九个月零二十天 才走遍整个以色列所占领的地方 这么繁复的工作 得到的结果是上帝不喜欢 大卫会犯着错误 希西家也犯着错误 给予敌人攻击的机会 那么在大卫这个经文当中 描写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经文 是说撒旦不要攻击以色列人 激动大卫做这个事情 我相信在这个篇幅当中 撒旦也激动了希西家 展现他的财富给巴比伦的使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牧师要讲 撒旦随时攻击我们 去挑逗我们内心当中 想要去夸耀的那个面向 这个面向让上帝不喜欢 愿上帝祝福你 当我们有任何好的地方 受祝福的地方 我们能够感恩上帝 但却不掉落到自我夸耀的境界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